早上好啊 哦不对 中午了 今天是我在这个房间待着的第六天 一直憋着 所以脸上憋出几个痘 所以我每天早晨都会湿腹一下 还有晚上 平时会在房间 如果我没事的话 我会研究研究怎么做吃的 尤其是这几天 研究很多很多的菜品 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既简单 又很简单的 好吃的 每天早晨起来 我都会打豆浆 有一个专门的豆浆机 非常非常方便 有各种各样的 果汁温水米糊 什么五谷清养 这都可以 喝完一杯豆浆 黑豆 每天早晚一杯 黑豆啊黄豆啊 什么什么什么豆 你喜欢的豆 都可以加到里面 非常的精致 今天我要做的东西已经在这摆好了 好开心呀 先是蒜泥 两勺 两勺雪碧 两勺辣椒面 做什么 我还没跟你们说 做一个拌面 韩式拌面 两勺生抽 喝一口保温杯里泡枸杞的枸杞水 两勺白醋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做 没有尝试过 其实因为有白芝麻 但是我这儿只有炸豆浆的黑芝麻 一勺香油 重点来了 韩式大酱 一大勺了 也是他们的灵魂吧 看 这样的红火差不多 但就这个黑芝麻有点烧毁了 但是也无同量 我们好多吃到的香味不行 都挤进去了 好这个时候已经在煮面了 只有一个要求就是 熟了就行 只要把面煮好就行 一会调料再加 好了趁这个空档呢 我准备见个身 不能去健身房 只能是在房间自己见一见 就在我刚刚换好衣服 准备要练两下的时候 而且练煮好了 切一点生菜 练 还有刚调的 看起来有点丑的酱 嗯 不错 没有手套 应该抓一抓的 但是 没事 我都给我起水里面 有个蒜皮 开动了 两点 哎呦这个面太细了 太细了 太细了 盖上一点点 你喜欢吃的 随便什么 麻烦肉 西葫芦 泡菜 开吃 嗯 不错哎 唯一的缺点就是 肉分白吃嘛就好了 嗯 下来是不错的 还有面太细了 由于呢我还在剧组 然后我在这个房间已经 待了很多天了 我一个人 就已经被封印了 平时没事呢 就在房间 看手机 看电视 看电影 看书 就是这样 做饭 从来没有这么闲过 那 颈椎肯定会很不舒服 而且很容易胖 好 但现在胖不胖呢 都没有人看 但是还是要好好管理一下自己的身材 那我今天就做几个 就是很简单的拉伸动作 条件有限啊 第二块浴巾 简单 爬个腿 看一下你的胯 这也是帮助你调整 因为总是 坐在那儿各种姿势都有 所以很容易 定型 因为我的脊椎比较僵硬其实 所以 没事我就会做一些这种 好像最紧 然后展开 展到最极限 开一下肩 这样防止有那个富贵包 胸往上顶 然后两个肩 使劲展开 手往下撑 记得要喊一会儿 这个是让你的 臀 还有你的 大腿的这个地方 收紧 更紧直一些 刚进完身 打个电视 居然看到了 这几天 闲着呢 把之前没追完的剧正在追 然后我再看那个了不起的Messier夫人 我非常适合女孩看的一个很励志的一个美剧 平时在房间 要多吃水果 买了很多百香果 泡水 补充维生素C 没事儿呢 我就喝着水 还算是挺免生的 一定要 一定要多吃水果 那这几天呢 也希望大家好好休息 趁这几天 没事儿赶紧的把睡眠补回来 然后把一些维生素 补起来 对 然后 大家不要出门 就算出门的话 一定要戴好口罩 然后家里做好消毒 自身的消毒 对 多喝水哦 拜拜